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项链绳上的这个四股变是怎样编织的 首先我们另取一根线放在我们原有的这两根线的中间 然后左边这个绿色的线向下 然后右边的这个绿色线向上交叉 把这个黄色的线夹在中间 然后是黄色的线向下 然后是左边的线往上 两个黄线再交叉 然后是绿线向下 右边的绿线往上交叉 接着是黄线向下 左侧的黄线向上 一定要记住在这个绿线的下面向上交叉 然后再是左边的绿线向下 右边的向上 一直这样重复 然后是向下 向上 向下 向上 一直这么重复啊 这样就是黄线向下 没变到合适的长度呢 然后 开始顺略 我们去往下里这个绿线 往上里这个绿线 可以让我们往上收紧 去下面这个线 把一个线圈 放在上面这个肩膊 然后去上面这个线 绕着视纸 从下面这个线 绕着绿线向下 然后我们拉紧紧的绿线 再拉紧紧的绿线 两根线收紧 好 然后可命再打一个 然后编好以后 我们把多余的两条线 剪掉 稍粘就可以了